根據美國的這個判決跟監察院的調查 這個和解本身是不應該的、不合理的 所以不贊成和解的兩位公平會委員都辭職了 那你主導和解的公平會主委 難道你還有臉在這個位置上繼續待著嗎 國民黨團支持監察院此事不排除釋憲的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我們主張澳美英主委應該要下台 連公平會這樣子的一個既要獨立又要公平的機關 都已經搞成這樣子一笑大方了 我們對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期待呢